照顧新新中的这些好理机构 登期以来设作民众减就照顾的负担 但是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好理的发展 这单位开始面对去机构化的挑战 既然起立中心就基本一种各自演套会 邀请台湾、日本、美国的单位代表来做经典交流 期待让台湾的好理机构可以进一步行动 这几年台湾新新中的这些照顾机构 开始面对去机构化的议题 希望让新中心可以对机构回归到社区 但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就是因为很多单位的一大问题 对处定人欺贴的中心 在古板一种各自演套会 邀请美国和日本的专家来分享经验 台湾是一个越来越开放民主的国家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思维之下 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特别是心智障碍朋友 跟一般人有样的机会 那也是说如果要这样的机会的话 服务的机构跟单位就要开始调整服务的方式 让他们更有机会进入社区 跟你我一样能够在社区里面居住 在申区里面生活 但是好像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这个过程 我们也知道在世界各地 这个发生有的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了从日本美国 还有在台湾已经开始做的单位 一起来交流 然后让所有的心智障碍朋友在台湾 都能够跟社区融合 跟你我一样享有这样子一个平等的生活条件 过去这些好地机构 登记合作民众 减轻新众这些照顾负担 未来如何需要回归社区 也需要民众再会来倒立 心智障碍朋友 已经有长期的时间 比如说他可能集中在一起 接受服务 那集中在一起 他跟社区的隔离越多 他自主表现的机会越少 然后一般人也不够认识他们 所以首先我们要社区的接纳 然后我们怎么从服务 集中的服务到社区里头 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其实服务的理念 服务的方法都会被挑战到 所以我们邀请不同地方 不同国家的人来交流 就是从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转变很多年了 那么他们有很多 经历过很多挑战 所以会是我们好的经验的学习 透过两天的Enter会 让国内的机构代表 可以了解美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 也可以互相交流 广东为台湾的新兴充才能来努力 期待早就完成去机构化的目标 既然无论他整人哭才能不得